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o公民新聞報 在元宵節前後 各地都會有慶祝活動 而在桃園的龍潭 是舉辦了採接迎古董江年華 由於活動曾停辦多年 在桃園市客家事務局的經費支持下 是重現了在地的四大古物 也喚起老一輩的記憶 銀財神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主要的主軸是 在我們以前古時候有古董 四大古董 就是一個 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我們那個 因為這是我們相傳 客家人古時候相傳所留下來的一些活動 那我們把這個活動來發揚 讓它更有意義的傳承下去 那我們相信我們好朋友一同來參與 我們龍潭二零一六 銀財神的活動 謝謝 謝謝 那請問一下 這個活動以前 兩固棟 應該是早期有 每年都在贏 後來停了好多年沒有贏 那是什麼狀況 會想到今年又開始 那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之前都有想到 但是因為經費不足 然後加上我們客家事務局 來支撐我們這個經費 所以讓這個活動 再繼續承辦下去這樣子 就是今年這個客家事務局有這個經費了 才有辦法辦這個活動 對 西班牙媽媽 查維拉 有感於敘利亞內戰 產生的難民議題 近期是舉辦了一場展覽 是由三位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媽媽 帶領著他們的孩子一同作畫 孩童們也藉由作畫 表達自己的心聲 Stop the word 停止戰爭 人來人往等民的路上 一個不起眼的小小工作室裡 卻進行著一個非凡的計畫 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私藝術空間 近期舉辦一個外太空甜甜圈辦公室展覽 由三位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媽媽們 帶領著他們的孩子一同作畫 靈感來自於最近國際間因敘利亞內戰 產生的難民議題 而引發討論的照片 同時也讓策展人之一的西班牙媽媽 Tavira和她的孩子感到震驚 並決定好好談一談這個事件 可是我就問我的小孩子 那你覺得你是自己的解決 然後她說 STOP 我就說哇 STOP 她說 STOP THIS WORLD 我覺得 對啊 就是 就是這一個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討論 要讓他們起牢 要讓他們進來 他們其實應該 不想走 是誰想離開他們的國家 STOP THE WORLD 這句話 從大人的口中說出 或許沒什麼特別 但如果一個孩子說出 我們要做的應該是STOP THE WORLD 而不是繼續著眼於難民的角度 更深深加重了這句話的力量 之所以舉辦這次的展覽 除了要讓孩子們更知道國際間所發生的事情 更要讓大家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在社會中不被發現的角落裡 可能都有著不簡單的想法正在發酵 時時刻刻注意身邊的大小事 或許會在其中發現非凡的世界觀 提供給生意的大小事 請回來